他是美食界最离谱的博主 翻车最多还被称为最无用的博主 明明有着新东方的手艺 却挤了一个挖掘机的名字 南翔不爱吃饭 为了炼制仙丹乘坐高铁追雨 到头来只为要翻全网的美食博主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南翔不爱吃饭的故事 南翔不爱吃饭原名石海峰 出生于江苏苏州 本市年轻人的石海峰南翔 下半无聊就会刷短视频去消磨时光 后来石海峰觉得 自己也能分享自己的生活 于是就做起了短视频 最初他的视频反响平平 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他 直到2020年7月 南翔模仿米其林大厨 发布了一条用草莓做假草莓的视频 从而爆红网络 制作过程耗费了一天一夜 每一道工序都相当复杂 也让南翔明白了 这道甜品为何会卖得这么贵 就是这么无聊又有趣的内容 让他掌握了流量密码 南翔的账号也迎来了转折点 很快他就确立了自己的视频的方向 成为了一位喜欢做饭的帅气小伙 但他做的呢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 常人几乎不会尝试的美食 什么真荔枝做的假荔枝 真玉米做的假玉米 每一种食物的外观都非常的逼真 之后更是更新了 花费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做出一幅可以吃的画 红酒等 食物看上去既美观又稀奇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让万切网友感到十分的新奇 也因为这份新奇的食物 让南翔半年内涨分百万 但是不管是多么新奇的食物 长时间的观看也会让观众看腻 于是在2021年 他的视频内容再次发生改变 佛跳墙 牡丹鱼片 鱼腹藏阳 不论是宫廷名菜 还是只存在名著中 已经失传已久的菜谱 南翔都能完美复原 川菜灯影牛肉 是宫廷八大菜之一 做这道菜耗费了南翔两天的时间 据传是因为菜品的制作过程 过于复杂 现在几乎没有人做了 濒临失传 为了复原这道菜 南翔买了一整条的牛里脊 为了让牛肉达到两毫米的薄度 和模仿自然风干的场景 他花费重金 先后购买了切片机和烘干机 本以为这已经够复杂了 没想到最后还要用烤箱烤熟 但是最终呈现出的成品 让人感到这一切很是值得 除此之外 还有貂川花的陈光灯影 九九八十一种食材 打造出的美食最高境界无相 还有失传已久的名菜 暴龙须 据说一口就能够让人破产 甚至连古代皇帝都吃不了几次的 极品玉菜 玉制龙筋等等 这些听懂没听说过的菜 都被南翔一一还原出来了 也难怪南翔会在评论区放出豪言 只要你敢点 我就敢做 这要是在古代 南翔绝对是欲出抗霸子 可是南翔最近又开始闹起了新的幺蛾子 花费一年时间 复刻《红楼梦》中 薛宝钗的救命仙丹冷香丸 为此他乘坐高铁之鱼 只为收集制作材料 需要收集童年雨水节令的雨 白鹿节令的鹿 霜降节令的霜 小雪节令的雪 各十二钱配以白牡丹 百合花 白芙蓉花 白梅花花蕊 各十二两 就像南翔所说 这些材料并不难收集 难的是运气 本是雨水节令 可是并未下雨 所以就得等上一年的时间 到来年雨水节令时收集雨水 但现在已是22世纪 拥有天气预报和高铁 至而南翔可以在雨水这天下雨的城市收集雨水 可是本就是天气预报难免有失误的时候 于是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南翔乘坐高铁追雨的场面 终于南翔耗费了一年时间 经历了四季 收集到了所需食材 最终炼成了仙丹 没想到仙丹炼成之后 南翔只为要翻全网的美食博主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其实南翔能够在全网拥有千万粉丝 除了高超的记忆之外 他还向世人揭露了我国古代的饮食文化 让濒临失传或者已经失传的中华美食 得以重现天日 而向南翔的人还有一位 才疏学浅的学浅大神 他复刻了三星堆遗址的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 让古老的手工记忆重现人间 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 他们本着寻回失传记忆的初心 不仅在重现再现 更是在应时而变 为其源源不断地注入和延续生命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扫尘埃 追根溯源 让古老记忆的辉煌网记逐渐清晰 以精益求精和尊重传统的态度 复刻经典 通过新媒体的表现 诉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与变迁 致敬匠心精神 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使得他们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 他们依然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好了 本期就讲到这里 你喜欢南翔不爱吃饭这位博主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